我们给二十万 钱拿了之后 你就放过采凡 给他安稳日子过 我们也认了 京城 把支票给他 您最理解人了 等等 张先生 你拿了这张支票 就得守信用 那是必须的 不准拿 你这样一拿 不等于我把女儿给卖了吗 嫂子你在这儿疯什么呀 你在这儿 你怎么跑这儿疯来了 妈 您在说什么呀 什么卖女儿 叔叔要把我给卖了 不是 韩燕 妈不是说你 妈是说 韩燕 看来你还不知道 你妈也没有告诉你 那我来告诉你 其实采凡 她是你妈的亲生女儿 什么 采凡的 这事你一早就知道了吧 这么大的事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 韩燕 这事连我们都不知道 都蒙在鼓里 这不才知道吗 其实一直以来都是你妈 在跟那个采凡单独联系 你看 不然我今天到这儿来就不会弄得那么尴尬 韩燕 回到家里 妈慢慢跟你解释 别听你叔叔瞎说 原来你是我亲姐姐 谁是你姐姐 你们这一家人我是不会认的 尤其是你 你实在是太狠心了 你根本就不配做我的妈妈 采凡 为什么 为什么你就是不肯原谅妈妈呢 妈妈当年把你放在刘家门口的时候 我心里有多难受 你 你一点都不了解吗 我就是怕你爸爸喝多了 怕你爸爸赌博赌输了 把你给卖了才那样做的 你说得真好听 把我扔了和把我卖了有区别吗 我真的没有想到 我的妈妈是这么狠心的一个人 采凡 相信妈妈 相信妈妈是爱你的 妈只是不想让你留在那个没有希望的家里 只是想让你过上好日子 钱给你 拿了钱赶快走 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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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蔡凡 就算你妈当年没办法照顾你 把你送人 那也是迫不得已啊 你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来 你也太没有良心了吧 妈 我怎么没有良心了 难道我还应该谢谢她吗 我不想跟你再争辩了 你现在立刻跟你的妈妈 跟你叔叔还有妹妹道歉 我为什么要道歉 我做错了什么 刘太太 对不起啊 当年是我不好 扔下了采凡 她心里难受 她一时接受不了这些 您不要怪她 采凡是无辜的 要怪就怪我好了 可是 你把钱还给人家 钱还给人家 哎呀 你拉拉车上干什么 钱还给人家 我怎么看呢 不好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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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走走 快走走 哎呀 走走走走 你把钱还给人家 哎呀 走吧 你这这 等一下 人都走了 人都走了 还叫什么 我真想不通 这世界上 怎么有你这么没良心的人哪 那是你亲妈 你看她多伤心 你怎么一点同情心都没有 她养过我几天呢 我才那么小 她就把我扔了 在这个世界上 我只认你一个妈妈 我做的有错吗 好了好了 别说了 别说了 哎呀 惠民哪 采凡说得没错 他从小 在我们家长大 跟田女士 一点感情都没有的 换作是你 突然间多了一个爸爸 多了一个妈妈 你也难受是不是啊 反正现在他们拿了钱 以后不要来往 就算了嘛 这件事情 都不要再提了啊 妈说得是 惠民 你就不要再责怪采凡了 这样对大家都不好 啊